谁能想到 曾让班爷都忌惮过的大野木 竟会以这种方式死在了伯仁转中 在生命的中焉再次重拾时之意志 用这最后的沉沉结束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弥补了自己的过错 为了创造一个 不会再有年轻生命牺牲的和平世界 大野木用白绝的样本制作出了黏土傀儡 想用人造人代替人类上战场 谁知这些人造人也有了自我意志 不仅用武力镇压了整个盐影村 甚至还想用活人的心脏 这将来延续自己的生命超越人类 这与大野木制造他们的目的背道而驰 可如今的他们早已不再听命于大野木 反而是一拳将他打晕监禁起来 眼看黏土傀儡就要取走伯仁等人的性命 远处突然飞来一发起爆苦物制造混乱 众人借着扬起的烟尘做掩护 在露台的带领下迅速撤离 可敌人也不是这么轻易就能甩开的 黑药很快就追上了他们 与初见杀的场景类似 露台依然让诸禄迭流下来断后 让伯仁跟佐良娜去对方的老巢找四月 可还没跑多远 就遭遇到了另一个人造人云武的阻拦 他的双眼能够施展强力幻术 即便是拥有血轮眼的佐良娜都跟着中招 他操作着两人自相残杀 就在这时 黏土小弟传信 让他去空那里见证人造人 移植人类心脏的伟大时刻 于是没有捕刀改为全自动模式 而佐良娜则用刀身映照出血轮眼 对自己施加幻术 以此来覆盖敌人的招式摆脱控制 并且帮助伯仁解开了幻术 与此同时 诸禄蝶也在一番激战下 成功击败了强敌黑药 至于中间的打斗过程有多激烈 大家看这话的标题就知道了 就在四月要将心脏呈上时 伯仁跟佐良娜赶来阻止 劝说他不要误入歧途一错再错 结果四月又是一发雷蛇打下二人 让他们不要妨碍自己 而空也用土盾将伯仁跟佐良娜困住 随后接过四月递给自己的心脏 可就在他感叹自己终于能得到完整的生命 超越人类战到这个世界的巅峰时 四月竟然从背后偷袭 一招黑虎掏心像极了当初黑爵被刺斑爷的场景 而献给空的心脏也是他的小手伪装 面对四月突然的反水 敌人跟友军都懵逼了 What are you 弄啥嘞 与此同时 用于制造粘土傀儡的工厂被木叶丸炸毁 那些差点被夺去心脏的人也都重获自由 脱坑后的黑土带领炎迎人者们开始反击 形势瞬间逆转 大眼睦也知道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 用加重炎之术干掉了监禁自己的粘土傀儡 并在石器的帮助下赶往战场 石英对四月的突然反派异常愤怒 兄弟跟你心连心 你跟兄弟搞脑筋 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背叛的滋味 四月让博人跟佐良娜去追讨跑的空 自己留下来对付石英 虽然四月打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加入他们 但对石英的感情却是真实的 是他让自己明白了即便是人造人也拥有自己的意志 所以他想救石英不愿与之为敌 可石英却已无退路 说什么也要跟四月战斗 或许在他的心中 死在四月手里是他最好的归宿 另一边 博人跟佐良娜再次遭到了云母的阻拦 这一次他召唤出了大石头人来对付两人 好在博人还有星牙这张通灵兽体验卡 石头人被巨蟒盘成粉末 而佐良娜终于找回了与之波的尊严 用血轮眼的幻术骗过了敌人 随即释放皮卡丘的电球效果拔群 成功击败了云母 四月也在宋别石英后赶来会合 如今只剩最后的敌人空了 本该身负重伤的他居然满血复活 并且夺取了炎村博士的心脏移植到了自己身上 此刻的他已经超越了人类的存在 三人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 危急时刻 四月开启仙人模式 带着空远离战场与其单挑 为了剧情需要 即便是仙人状态下的四月也不是空的对手 就在这时 博人跟左良娜带着大野木赶到 大野木还在试图用嘴盾说服对方 得到的却是你这个老不死可以入土的回答 第七班再次联手与空战斗 趁着空用陈盾抵消攻击的瞬间 四月与左良娜一左右缠住了他 而后借助博人气流的推进 螺旋丸正中空的心脏 可饶是如此依然没能击败对方 而空更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再次凝聚出陈盾 准备一口气送第七班上路 危急时刻 大野木挺身而出 同样施展陈盾对拨 大野木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最后的尊严 重新拾回被自己抛弃的十字意志 其他隐门都来参加大野木的葬礼 而他的意志也将传递给后辈们生生不息 回顾大野木的一生 他也曾是从一个平凡的少年慢慢的成长 最终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图意 与其把年轻一代当作温室里的花朵 不如放手让他们自我成长 从挫折苦痛中获得历练 所谓的十之一之 就是无论身处何种秘境都绝不屈服的坚强内心